在家就能做出又嫩又滑的豆腐脑 还可以做成豆腐 喜欢的一起学起来吧 100克干黄豆提前泡一碗 体积变大 倒入破壁机 加入950克的水 按破壁功能打两至三次 准备滤网和纱布 倒入豆浆 豆渣过滤出来 豆渣也不要扔 可以做成豆腐渣面包 豆浆倒入锅中 中小火慢煮 不停地搅拌 煮开以后再煮两至三分钟 关火 把上面的浮沫撇掉 准备一个大碗或者盆 2.2克的内脂 加入少许温水化开 放置85度的豆浆 把表面的浮片弄粗 冲入豆浆 浮沫撇掉 封上保鲜膜 静置20分钟 20分钟后 又嫩又滑的豆腐脑就做好了 把豆腐脑直接放入豆腐盒 铺入纱布 用重物压着就会变成豆腐 你学会了吗 记得晚上七点半直播间 不见不散哦